哈嘍大家好,我是阿神克勒吉 这部影片要教你怎么在软体方面没有金钱负担的录制影片 今天我会介绍五款不一样的录制程式 其中三款是需要付费的,而其中两款是不需要付费的 每一款都是相当优秀的录制程式 而这五款录制程式分别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Fraps,Baticam,Action,OBS,还有Lolilo Game Recorder 其中Fraps,Baticam,还有Action这三款是需要付费的 而OBS还有Lolilo是免费的 这五款录影程式各有它们的优点还有缺点 接下来就听我的味道来吧 首先我们先来讲讲Fraps Fraps这个软体是一个大家管为人知的录影程式 很多新手教学里面都会有Fraps的使用方式 所以在学习上面它是算是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录影程式 而它录制出来的影片画质呢算是非常的优秀 不过这就要讲到它的缺点了 它通常出来的档案的影片的大小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肥大 一部差不多30分钟的影片通常都会到一两百G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用Fraps来录制影片的话 你一定会需要用后制软体来把影片的档案给压小 而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就是Fraps 它有时候会抓不到某些特定的游戏 所以会让你可能要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你的Fraps根本就没有办法录这款游戏 通常这种状况会发生在很多RPG游戏上面 所以如果你是RPG爱好者 你想要拍你RPG游玩的过程的话 非常非常非常不建议你使用Fraps这套软体 至于价位的部分 它落在37美金算是中高价位的一个录影程式 那购买以后它会自己不停的更新不停的更新 再有新的更新出来的话它就会自己更新 要给它一个评分的话 我会给它五颗星中的四颗星 再来下一款要介绍的是BettyCam BettyCam是我刚刚介绍的五款录影程式里面 最贵最贵的一款近乎40美金 不过我在入手的时候是在它特价的时候 反而比Fraps还便宜 当初一购买这套软体是因为 Fraps它没有办法抓到RPG游戏 而BettyCam就补足了Fraps的不足 它能够截取视窗 截取你想要的大小 截取你想要的区块 是一款算是非常自由 非常客制化的录制程式 不过录制出来的画质的部分 就略比Fraps还逊色一些了 评分的话我会给它五颗星中的三颗星 再来要介绍的录制程式叫做Action 这款录制程式是悟性介绍给我的 它的价位是刚刚上述提到 需要付费的录制程式里面总最便宜的 差不多是30美金左右 而这款录制程式也是目前 我正在一直使用的录制程式 这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录制程式 Action这套软体它结合了Fraps 还有BettyCam它们所有所有的优点 它结合了Fraps它录制出来的影片的画质 它结合了BettyCam的客制化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录制出来的档案的大小 比Fraps还小很多 一个便宜画质好又能客制化的软体 我给它的评分是五颗星中的五颗星 以上就是需要付费的录制程式的介绍了 接下来介绍给大家的是 免费下载的录影程式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OBS OBS它其实也算是一个 大家广为人知的开台程式 但是其实它不只可以开台 它也可以录制影片 客制化还有画面编排的方面 它简直能说是非常的优秀 简直是一个小小导播台 你想要架什么画面 你想要编辑成什么样子 你想要放webcam 你想要做什么东西 任何图层的概念 通通都可以在OBS上面实现 如果在事前规划好的话 你甚至可以去掉在后置输出 第二次破坏画质这一方面的步骤 使用OBS录制影片 还有开台的设定 是有点小小不一样的 你会需要到OBS的后台的设定里面 其中有一个编码 最大位元素率的这个地方 进行一点调整的动作 在开台通常是落在 1500到2000 3000左右 可是在录制影片的时候 因为你不会需要把这么大的 位元素率上传到网路上面去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纸条 非常非常大 我是推荐落在3万左右 在这个位元素率下录出来的 影片的画质就会好上非常多 模糊的地方变得比较少了 不过OBS它的本质不是录影程式 是直播软体 所以在我们今天介绍的 所有录影程式里面 它的画质是最差的 答案大小也是最小的 评分的话 我会给它五颗星中的三颗星 最后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这一部影片的重头戏 Lolilo Game Recorder 如果你是一个不想要花钱 在录制影片上面 又想要取得正版的BOB们 这款录制程式非常适合你 它是一款免费下载的录影程式 首先你是要到Lolilo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我把网址留在下方 详细更多的地方 你可以点到详细更多 里面会有网址 点击一下download之后 你就可以下载这一套录影程式 中间不会有什么很繁杂的验证 还是很繁杂的步骤 完成了之后 一直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选择你的资料夾 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安装完之后 叹叹恭喜你 你已经拥有Lolilo这一套录影程式了 在最初安装完Lolilo的程式的话 我们还会需要进行一点小小的设定 我们把程式点开之后 点一下右向角这边的齿轮 点完之后呢 会跑出一大堆英文的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最上面 这个地方呢 就是指说 如果你拍完影片 你的档案会跑到哪里去 所以我把它设定到我的 工作的资料夹里面 确定完之后 按一下确认就完成咯 再来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格子 上面写的是resolution解析度 这边你可以设定你想要录出来的 影片的画质是多少多少批 这边的建议呢 是设定成original 游戏的原始的解析度就行咯 再来是frame rate 每秒更新的张数 人类的眼睛好像只要超过 每秒23张就不会觉得lag了 不过我们为了追求最高流畅度 我们还是选择每秒60张 quality是影片的品质 里面当然是选择越高越好咯 再来是录影的热键 这就要依照你自己的 个人使用习惯了 像我自己很喜欢 把录影的热键调在F9左右 下面这个button叫做frame rate display 它的意思是指当你在录制的时候 它的每秒张数会显示在 你的游戏中的角落上面 这个东西可以方便你 确认你的影片是不是正在录影 也可以让你确认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处于lag的状态 所以建议是可以把它开走 接下来下面这个按钮呢 选择全效能的high speed就行咯 最后compatibility 兼容性这个地方 建议是不要把它勾选起来 它会让你锁定帧数 让你的帧数不会浮动 可是后果是你的影片的档案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全部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的录影程式 我们打开了这一款 叫做Undertale的游戏 然后选择我们正要录制的游戏 虽然它会自己抓取 可是建议还是自己 用手动选择的 完成了之后 你一看到左上角 这边会跑出帧数 这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 绿色的话是代表 现在没有在录制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快捷键 或者是自己手动 按一下录制影片 左上角就会变成红色的 它会告诉你现在录到了几分几秒 可以让你控制影片的长度 接下来我们就稍微录个几秒 看一下效果如何啰 差不多之后 一定要按同一个按键 结束录影 确定变成绿色的话 就代表录制完毕了 它的录制完的档案 会出现在左边这个地方 也就是你原本设定的资料档 最后我们就点开看一下 这一套录影程式的成果吧 以上就是介绍给大家的五套 不一样的录影程式 如果大家还喜欢这一部影片 类型的话 我之后还会再持续的 做一些教学系列 像是下一部影片我可能还会想要做 教你如何使用免费的后制软体 Minecraft手机版本的连线方式之类的 我最近有好多东西想要教你们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把这一部影片推广出去 交给你想要录制影片的朋友们 相信对他们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部影片差不多该按到这了 如果Bob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 给喜欢 在左上角给订阅 选择影片频道 设计跟这部影片动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See you guys Bye Bye Cia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